今天到了金马奖 今天晚上就要在台中 是来举办了 昨天晚上提前先举办了 这么一场这唯一的酒会 昨天天气非常冷 尤其在晚上大概9度左右的低温 不过大家一起要来帮金马奖 现在暖场嘛 所以女明星们 每个人都还是穿得非常的性感 冷得不得了 但是他们不怕冷 金马奖入围酒会 最耀眼的还是他们 入围九项大奖的海角七号团员们 虽然只有9度低温 田中千会一起粉红色小礼服 即使冷得直发抖 还是很性感 明天给大家一个惊喜这样子 谈起茂伯和自己 全都入围最佳新人 到底谁会得奖呢 田中千会笑得还真是尴尬 你有信心吗 如果我自己真的得奖的话 当然很开心 但是真的不知道 还有以新人之姿 主演渺渺渺入围的张荣荣 一身粉紫色小洋装 和全裸入境 主演一半海水一半火焰的 大陆女性莫小琪 两人在一起 角逐最佳女主角 彼此紧握双手 还真看不见火药味呢 我妈觉得很开心 自己可以入围 希望既然入围 希望可以把她讲报回家 还有好久不见的 香港性感女神彭丹 一起露背低胸小礼服 成了全场最火辣的女主角 以及耳熟能详的黄百明 国宝及导演李行等 入围酒会星光翼翼 让胡志强笑得很开心 整体的经济景气 因为不理想 赞助特别困难 有人看到金马奖来办 也有人别的 要把很多活动都移到台中来了 入围九项大奖海角七号 对上入围十二项大奖的同名状 到底谁是最后赢家呢 周六晚间金马奖见分销 中文新闻黄梦珍珠写明 SNG小组台中报道 中文新闻黄金马奖